今天为期两周的中越合作2024联合反恐训练 在广西某训练基地结束 这是武警部队首次与越南公安部机动警察部队组织双边联训 旨在进一步传承两国传统友谊 加强双方互信合作 提高联合反恐能力 在模拟街区 由中越双方组成的混编小队 同时向扮演恐怖分子的蓝芳展开轻角 双方队员通过战术手语相互交流 提升作战协同能力 与此同时 一场模拟打击恐怖分子的演练行动也在紧张进行 中越联合特战队队员分多路渗透进入建筑物 同时发起武力突击 狙杀巡逻哨兵 破障强行突入 全歼恐怖分子成功解救人质 我们体现的主要就是一个快 不侷限于基本知识 集合自身的本能反应 你突出快速使用 因为直接先进行火的压制 然后再进行训练 水上训练也是此次连训的重点科目之一 参训队员携带武器通过球渡方式隐蔽接近目标 进行水下渗透 水下摸牌 水下打捞等科目 通过和中国武警一起训练 我们了解到很多中国武警战士的作战经历 其中有很多先进技战术值得我们进行研究学习 无人化装备的体系化运用 也是此次联合反恐训练的一大亮点 在反恐综合演练现场 无人侦查 无人破拆 无人打击 无人排报等科目接连进行 在训练中 我们针对无人化 智能化 设置了一系列的科目 进一步强化了参战官兵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和实践 为提升高精精装备的作战效能 奠定了杂实的基础 这次联合反恐演练坚持课题定位聚焦反恐 训练内容突出特战 围绕交流研讨 指挥训练 技能训练等七大类27个科目展开 双方参训官兵一起练指挥 练体能 练技能 练战术 练协同 通过地面 空中 水上等多个科目联训 全面提升联合反恐实战能力 本来来十分钟 双方参训官兵一起练习